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是十五年那個過去的 但是十五年前的這個記憶 你好像還記得 然後那個感動一樣的很強大 因為那個時候對自己來講 人生是一個未知 然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然後第一次見到歌迷 那一次十五年前是第一次見到歌迷 然後現在又在重溫 所以剛剛一坐上去 車子慢慢前進 然後就是有一種很想哭的心情 這個橋段就讓人家會覺得很感動 時光沒有帶走什麼 但是卻讓我們十五年的感情更濃厚 然後現在你們三個都還在 你們也還在 依然聚在一起 然後看到他們炙熱的眼神 看到我們一樣像十五年前第一次看到我們 好像反而看到少女一般的那種眼神 然後眼睛都還是有愛心 然後用力的跟我們揮著手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所以今天真的很美 其實覺得非常榮幸 因為我們變成別人致敬的對象 對然後就覺得自己在這十五年來 然後在這個圈子裡面 所有努力跟付出是被肯定跟看見 然後變成是別人 航校或者是追尋的一個對象 所以其實真的是沒有想到 當初出道的時候真的沒有想到自己 會我們自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對所以就覺得特別的榮幸這樣 榮幸然後現在這十五年的過程當中 最近已經開始冒出了一些 不管是很優秀的身邊的工作人員 村內的或者是記者朋友 或者是像剛剛說的那個 很優組合他們也是我們的歌迷 其實大家都往自己的目標跟方向前進 我們陪伴著大家往自己的理想前進 然後最後透過不同的作品 或是工作場合的關係我們都團圓 我覺得大家都好優秀 就是很感動很開心 對對對所以你今天沒有問我們現在 是外問題喔 你們有想要惹Ala生氣嗎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容易暴怒的體質 所以你一個小小的點我還是很容易 就是... 的人們尋找CV 有些人有感覺 好小小的信尬 有這種詢問 是有這樣的詢問